2013年的1月下旬 小金毛、卡埋荣和财政部长奥斯本三个人约好了 一块吃一个奶酪火锅 因为前一天晚上是当时的广告大亨 也是后来他们这个保守党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人物 马丁他举办的一个晚宴上 这三个人终于表示他们要团结一致 可是由于每一个人的野心 而且再加上应该说完全不一样的人格 其实这次的聚会也能显示出 他们之间有明显的非常幼稚的敌意 小金毛一如既往的又迟到了 拿了奥斯本就大声的喊 又又又瞧瞧瞧瞧 英国的领导人来了 大家都得等着 结果小金毛呢就跟没听见似的 完了就问了一句 怎么着喝杯酒啊 好吧那就喝一杯呗 于是就这么开始喝一杯 从这些里边啊 你能看得出已经他们之间没有什么可解的困境 而且啊这个欧盟脱钩这事啊 其实在他们三个人之间是非常非常的矛盾的 就是说不可调节的 其实在两天前啊 有一百多名保守党的议员直接就说我们要在下议院 直接申请投票 干脆我们就硬脱欧算了 除非呢 你卡梅伦把那个谈判的主动权给我们拿回来 就是我你你谈的那些啊 我们不得信任了 而且欧盟把我们英国耍的团团转 针对这一威胁啊 卡梅伦呢 当时认为呢 他是可以靠这个德国的当时的穆克尔啊 许诺 就是说英国呢 可以作为一个未来有可能重新加入欧盟的这么一个成员的身份 这么来跟欧盟呢 继续相处 其实他们他认为呢 这种对英国比较有利嘛 特别呢 主要是卡梅伦觉得啊 这样的话呢 就是主要是 其实老百姓就是对移民呢 还有这些东西啊 有些规则 欧盟的这些英文受不了了 而且呢 这个穆克尔啊 从在私下里啊 他当时访英之前吧 他也做过演讲 都提到了 就说他呢 愿意考虑这种想法 就说你现在退出了 将来你可能还会再进来嘛 所以就是一个那个 未来的 那么肯定就有一些东西呢 是可以考虑我们相互的 这个给予让步的 那卡梅伦就觉得呢 那这不就我就有希望了吗 我就别的都好谈了吗 其实这时候啊 马上要开这个达沃斯了吗 小金毛在达沃斯之前啊 其实他的立场啊 一如既往的不明确 就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一会儿说他支持新条约进行公投 哎 甭管谈什么嘛 就是大家来逃 你们也别让议员议会 炒来炒去了 一会儿呢 又说干脆我们就直接公投算了 我们就就直接硬托就完了 另外呢 也在写文章里啊 也在说默克尔啊 这个人啊 你别听他的 这个人啊 这个很狡猾 而且他的那些言词啊 其实一种狡辩 其实就是因为这种啊 等于是骗了我们的这个英国 他用的这种欺诈行为啊 就使得小金毛那意思 我对欧盟本来那么有的好感 我现在极为的讨厌 尽管啊 默克尔确实承诺过 会不惜一切代价 让英国留在欧盟内 但是呢 他也知道啊 因为这个英国啊 对这个财政联盟这事啊 尤其在欧元怎么一体化这事上啊 是坚决反对的 所以他也是为了拯救欧元呢 觉得呢 那你英国实在不行 那你走 我也不反对了 要不然的话 你这永远老在这 跟我唱反调 我这也没法一体化啊 因为他认为呢 这个一体化的欧元 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那欧斯本呢 本来是因为什么 就是说英国觉得这个在财政上坚决不同意呢 是当时欧盟啊定了一个 就是针对银行家分红的一个限制 就是说你 你不能挣拿钱拿太多 哎 他有一个限制 可是你知道这个限制啊 在英国来说 那就是大事了 因为英国 他有一个顶梁柱 这个金融业在他那 伦敦的这个股票市场可太厉害了 你这个要弄了以后 那好多人就跑了 那这个就等于直接损害了英国的重要利益 所以 澳斯本当时和卡梅隆他们就那意思我们否决 不不不 那这个肯定不行 可是呢 那一大六 你想二十多个国家 人家那没有金融业啊 哎 人家二十六票都同意了 等于英国人说话不算数啊 那你想英国人觉得什么呀 其实这就是英国后来也就是谈不下去 或者觉得有决心 我一定要离开欧盟了 我干不了了 你这都好 都都为你们合适了 静缓啊 呃 其实德国是一直想谈判的 但是法国在里边是坚决反对的 当时法国觉得自己挺游逼啊 因为在大陆来说 除了德国就是法国了 那个时候啊 呃 就是当时是社会主义党 应该算是 这这哥们 他是首相 呃 法国总理 呃 后 后兰德 叫什么哈 他呢 就说啊 那你要是咱们这欧元成了啊 呃 他伦敦那又不同意 那干脆以后伦敦那边就是金融交易 不许他做欧元生意 可是你知道啊 现在的40%的欧元交易 都是在伦敦进行的 而且伦敦的那个呃交易市场非常成熟了 可是法国人的时候有小心眼啊 他是想把这个交易市场啊挪到这个巴黎来 哎 都有心思 所以我觉得欧盟这个国那个欧盟啊能坚持到现在真的挺不容易的 有点悬 因为今年开始他也负数了法国 呃 负增长啊 这可不得了 你这那边再 乌克兰再打 我估计啊 明年 他要再还打 欧盟这边扛不住了 反正 这些都是英国不乐意的 这些都是英国不乐意的 因为英国在里头算 因为他按GDP给钱啊 英国大头啊 英国觉得我凭什么呀 所有这些啊 那如果今年法国再是负数的话 明年再是负数 反正德国已经负数了啊 板板定了已经 嗯 就不太好啊 这就有点麻烦了 你上哪弄钱啊 你欧洲这已经开始各种税 一会增增一个税 一会弄一个税 而且税细致到就是已经让很多的产业在那坚持不下去了嘛 那在这个小金毛啊 他不是一直模模糊糊吗 他就说那既然我们跟欧洲都关系都这么恶劣了 他们天天的就是卡着我们脖子 那我们干脆就离开算了 可是在达沃斯这个会前呢 他不是要去吗 他当时觉得呢 呃 他也表示就说希望那时候卡梅罗还在嘛 你能够通过谈判呢 给我们英国弄一个 好的 有利的条约来出来 比如说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单一的市场 游离在欧盟之外 哎 但是呢 我等于是我又是你欧盟 但是我这块你能不能给我一个特殊的 就跟特区似的啊 我还是有些地方 不遵守 保守党内啊 其实大多数成员都是脱欧的 那这个小金毛啊 其实在保守党里算是成功的横跨两边的 因为他一直不明确表态你知道吗 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而当时卡梅伦呢是已经承诺了要公投的 可是这个啊 依然是保不住选民对他的不满 其实咱们这次这个吃火锅聊天啊 嗯 仨人还没来得及聊 怎么能够就是仨人好好团结 别打了 别骂了 我们能够在下次大选中多拿点这个大多数 多拿点席位 就因为吵起来啊 大概说话也都不客气 小金毛居然先行离席了 呃 甚至连自己应该付的那份账单 一般不都AA制吗 嗯 他那份账单都没付 后来啊 就是有记者就事多嘛 就把这事就挑出来 说呦 什么事啊 能够把你气的 你都连你自己那钱都没付就跑了 你不在乎那点钱吧 结果他说不是 我是因为召集去见一个英国女士 这位女士啊 他对我的这个一夜情这事啊 他不依不饶 我这是求他原谅去了 应该说啊 其实卡梅伦 对于这个欧洲的一个乘政策 还有他的态度 选民应该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出 就是对他特别不满 这对保守党来说是毁灭性的 当时正好啊 自由民主党的那个 哈恩 这哥们 他呢是被指控妨碍司法公正 大概是因为说他是 也不是怎么违反交规了吗 他反正跟警察撒了谎了 其实他那个时候啊 他要不辞职 就等于这事一发酵 他就不得不辞职了 他要不辞职的话 他肯定赢了 那现在呢 卡梅伦就有希望赢 小金毛啊 其实是感受到了很多选民 尤其他们自己保守党股底下的这些普通党员啊 对卡梅伦的很多的问题上是特别不满的 首先就是卡梅伦使劲紧缩嘛 你紧缩你肯定好多的那些 你要保守党里边公公公园也多呀 这些肯定不敢 还一个呢就是 有一些对工业的破坏性的影响 比如说提高电价呀 就为了迎合绿党啊 环境保护 那你很多厂子就干不下去了呀 你很多的制造业也也也无法生存了 另外呢就是英国这么多穷的 对吧 你现在在国内的福利不够 你天天的拿着好几百亿好几千亿的 你上外边去资助第三世界去 就这些东西啊都是小金毛感受到的 当然啊 还有呢就是肯定是就是卡梅伦嘛 他说话也是 他一直是流氧派的 所以他老说你们这些留脱欧派的人 就是不折不扣的种族主义者 这一给贴标签一弄帽子啊 反而就容易让人激愤 人家最后干脆 那我他妈就是 就有点像这次啊 我觉得啊 那个 这谁来着 奥巴马给哈里斯站台 他给贺景丽站台就站台吧 最后他居然说了一句啊 你如果是黑人 你就应该投哈里斯一票 那意思就是我 我的因为肤色 我才要支持这个人 其实我说过好几次了 我看了不止一个派别的 就双方派别的著作我都看过 都说美国的这个种族分裂 就是从奥巴马开始的 那其实我是本人是很喜欢奥巴马的 尤其他那个演讲啊 太精彩了啊 但是确实从这一点上呢 我觉得因为从他说完这句话啊 你就看在那个外网上 就很多的黑人就直接发视频 TikTok上就开始就说 我就是因为我的肤色 我坚越不投了 这个起反作用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要给人贴标签归类 人家老百姓选 他选一定是选我过得好不好 我日子过得怎么样 我经济行不行 你现在拿这个种族这个东西啊 其实你越强调种族 种族越不平等 这个是个非常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这个推送的原因啊 还是什么呀 就是全是这个 我就觉得 哎呀奥巴马这点好像有点不太对头啊 那这个啊 卡梅隆我觉得 他也不应该这么说 那小金毛啊 其实他也觉得 卡梅隆说这话 说的有点过 因为他其实啊 也应该说一开始 他挺喜欢 跟欧洲他one nation的 这时候他也觉得 我天 这么弄了以后 这不是等于把人都轰走了吗 这本来我们 就没多少人支持我们了 但是目前为止 小金毛对这个党 或者对卡梅伦 还依然保持着忠诚的 他还老说 咱们大家不要慌啊 要团结起来 我们英国尽量的留在欧盟 因为有利于我们投资啊 完了各种贸易也没啥摩擦 因为大家都规则都一样啊 再一个呢 我们全球影响力也大呀 你光英国 你跟欧盟的影响力能比吗 另外呢 可是他也说 他这个人不是两头七强啊 另外呢 说当然了 英国呢 要想就是我们 花了那么多钱 也没得到我们什么好 那我们脱了 我们能省好多钱 另外呢 我们根据我们自己的 这个国家现状 我们制定我们自己的法律 其实他觉得啊 英国为什么现在对欧盟这么反感 其实他还是我们英国自个儿有问题 大部分的他觉得问题啊 就是大家都没有长期的那种 愿景了 全都是短期的 当然这个也跟民主选举啊 都有点关系 就是我得在这四任里边 四年里边我得干出点政绩啊 其实往这也一样啊 您换了以后 我们为什么干那么多房啊 就盖房修路能看出政绩来 那 很多就是你看小金毛 他当市长的时候 其实你看他做的很多有一些措施啊 在他任期内是看不着的 他只不过命好 就是当时是奥运 他在任的时候是奥运 奥运的时候能起一些东西来 完了那个有影响啊 完了全世界再来 再有这什么的 他其实是占了这个作用 而他认为啊 主要是还是我们英国人啊 懒了 完了以后呢 管理又不完善 完了还有一个在贼容易躺平满足的这么一种文化 对人力物力啊资本啊什么的全都投资不足 所以他认为啊 我们英国现在最主要的是 我们先把自己好好的改一改再说 当然他呢 现在主要的目的 他当然不是想跟那个 还有两年才竞选嘛 他并不想跟这个自己的党 打的老们打的乌一乐乌 他只不过想让大多数的英国人相信 我这个人虽然不完美 但是我是一个非常愿意倾听的一个政治家 而这个时候呢 这不是就好像是打我丝了是吧 去那个巴黎 他去了巴黎以后呢 正好呢就应邀法国巴黎那时候市长啊 呃 要主持的一个那个大会 让他呢在那上面发言 他要演说 在这之前啊 他还真做祖辈 他真倾听 他先找了当时英国驻法国的大使 皮特 一块吃午餐 这午餐期间啊 他就没完没了的 就跟这个大使啊 讨论资讯 哎 法国这个班啊 欧盟什么的 他反正他不明白的 他就不止下问 期间呢 还特意突然脑子一想 赶紧派他那个助手 赶紧出去给我买那个 咱们英国的那个 红色的双层的那个 巴士 那模型给我买一个过来 等他吃完中饭了以后啊 他下午就演讲了 演讲的时候 他一会儿英语 一会儿法语 就这么混合着 讲到了说我们伦敦 其实是一个对商业 呃 属于敞开怀抱的一个城市 说着啊 他就举起了这个红色的双巴士模型 跟这个法国的 还有这个来自全国 世界各地的人啊 说 我们你们不知道吗 我们开放到什么程度 你看看我们这玩意儿了没有 这是我们伦敦最大的巴士公司 它是你们法国的 就是你们法 法资的 你们的 邓石啊 现场就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这家伙贼 会说 嗯哼哼响 嗯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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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